那剛剛有同學提到這個地方 103因為剛剛同學這103 就比較有 因為他想說如果每次103那可是 如果資料增加了 可能變成104、105那是不是下一次要回到VBA再去改程式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問題啦 其實後面還會再提到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到所以順便講一下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你的Excel裡面的資料 理論上是不會固定的啦 通常會 你需要去偵測他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在哪裡 那最下面如何偵測他的位置 理論上他有一個 類似的功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常用到一個功能叫Ctrl向下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移動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停下來 Ctrl向右的話呢有沒有 他會移到這個範圍 不包含空白位置的最右邊一欄 所以你移動這個位置的話 當然你偵測的 的位置很重要 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你是放在 手機這一欄 向下偵測 那當然結果就不一樣了 他會跑到最下面一列 OK 所以呢你一定要找一個什麼 如果你要偵測的話 你要放在那個欄位裡面 大部分都是Key的位置 Key應該知道 資料庫裡面 那個Key一定是 不可能空白的 就是 不允許諾 就是一定要有資料 OK 那個Key的話 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一定是編號 那我通常會把游標放哪裡呢 放在假設 A4的位置 Ctrl向下 第一個 那這個訊息 這個 Ctrl向下在VBA裡面怎麼寫 你如果 懂得 Ctrl向下 那抓到他的哪一列的話 那你就可以取代103 那寫法 我覺得還蠻重要 以後用到的機率還蠻高的 那寫法也不用背啦 就一個 儲存格的位置 儲存位置 通常你可以用Sales來表示 但是我現在教 各位第2個 第2個常用物件 叫Range 這個Range 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呢 為什麼用Sale 為什麼用Sale 其實用Sale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裡面 列跟藍都是用數字 那數字的話 Fore回圈剛好裡面也是用數字 它不能用文字 那可是有的時候你用數字 麻麻吧 因為前面是列 後面是藍 那如果說你要用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叫A4的話 那你要用什麼 Sales 4.A 好像有點 那如果你希望直覺一點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如果那個 你要指定的那個儲存格 不需要去跑什麼回圈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什麼Range 來取代 Range的話呢 有點像 固定的位置 那Range Range 前刮壺 那哪個位置 你剛好看 A4 意思是說 我先指定的是 A4 這個儲存格 油標放到哪裡了 點 點下去之後 它會跳一個清單出來 AND 你打個E END的話 意思是說 有點像Ctrl Ctrl鍵按住就是它的方向 刮壺 刮壺之後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上下左右 他問你說 Ctrl鍵有上下左右嗎 一樣的道理 AND 哪一個方向 我要請你幫我往下追蹤 所以 你就選一個 XL DOWN 這個 這個選項的話呢 你就把它點兩下 我是建議你用 不要自己用打 因為之前 同學自己打是 打成 XE 是一定是XL XLDOWN 後刮壺 那 這個意思是說呢 Ctrl向下之後 那請你幫我抓到什麼 你向下之後 的那個列是第幾列 所以後面點 點Raw 點Raw 你會發現到這邊就有個屬性 屬性名稱叫Raw 意思是說 Ctrl向下之後呢 幫我追蹤到那個列 請你返還回來給我 他也會返還 返還的話呢 因為Ctrl向下是103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他就會剛好103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做完之後 當然你要測試 OK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也許你可以在底下 多再增加 幾個 假設你再多增加幾個 現在已經是 到100 假設103 我不是103 我到100 106好了 如果106的話呢 那剛剛如果用那個 門號 剛剛一定會錯 可是如果現在的話會不會錯呢 按下去 你會發現 往下捲動 OK 這邊的話呢 下面也會自動抓到了 因為他自動增測到106 返還之後呢 把106的訊息 放在那個位置裡面 OK 那 因為像剛剛清除有沒有 清除 清除我只有清到103 所以你會發現清除不OK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可以把這個清除的地方 把103怎麼樣 直接拿這個來複製貼上 這樣就OK了 只要貼對立方就OK了 所以這個 這一行 如果將來你實在打的過程當中有 可能實在 有困難的 你乾脆 去複製貼上來改 可以啦 那只要改什麼 改那個哪一個儲存格偵測 所以 特別注意 如果你偵測那一欄 一定是 一定要是編號啊 那種key啊 其實基本上 就會抓到 那個對的位置 那雲端上我好像也有放這個訊息 在底下吧 在雲端上面也有放一個是 如何自動偵測最下面列 其實就這個 所以如果你要找這個 怎麼去 這邊的話 OK 那 其實方法上面 跟那個 Ctrl向下 當然未來你當然也可以 Ctrl向 向右 比如說最右邊一欄 其實 做法上都差不多 OK 所以這個我想 你要多多熟悉 這個用到未來 在 比較進階的使用上面 用到的機率還蠻高的 可以自動抓到你的最下面一列 OK 那這個是第1個 再來等一下要看就是說 如何 把剛剛的手機函數 變成手機的範圍函數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要選取的時候 不是要選取的是三個 而是一個的話 這個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剛剛同學 可能還沒有習慣 Function不是在這邊執行 剛剛同學 直接很直覺的 好像 跟Sub 特別說 那個 Sub是在這邊執行 沒錯 可是Function一定是在 插入函數的地方執行 所以特別說 你優標放這邊 從這邊插入函數 直接 使用的定義會出現 從這邊找 好 那另外好像還有 如果像其他環境 Mac裡面好像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自己打 手機兩個字 自己打上去 OK 那 這個第1個 第2個呢 如何把它改成 手機範圍函數 改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所以剛剛 又多學一個Range 物件 Range物件 OK 那手機範圍的話呢 可能需要了解的就是範圍的一個概念 那什麼叫範圍 基本上呢 其實在Range物件裡面喔 它好像單一個儲存格也可以當一個範圍 或者多儲存格也是可以當一個範圍 可是多儲存格裡面會有好幾個 那我們怎麼做切割 切割的流程基本上 第一個我的習慣是 他如果給我一個範圍 那我會先丟給一個 一個變數叫A 由A去幫我切 那A裡面的話呢 會有三個資料 那我怎麼抓到第1個 怎麼抓到第2個第3個 那它的概念其實跟Sales還蠻像的 如果說你選的地方有列 就是第1列 藍就第1藍 OK123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他使用者給我一個範圍 那我就丟給這個A之後 如果要抓第1個的話 訊息 你就是A 刮弧 1 1 1 來代表這一個 這個的話呢 A 刮弧 1 2 代表這一個 A之類推大 後面的話 A刮弧 1-3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前面是列號 後面是藍號 那當然他如果選 3個剛好就這樣 如果選多個啦 反正你就是類似的概念 反正還有列的話 就2-1 1-2-2-2-3 那也就這種方式喔 你之前函數可以讓他選一個很大的範圍 你去判斷 結果Return回來 可以啦 所以這個處理 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剛剛的部分呢 如果要把它改成範圍也不難 程式不用重寫 為什麼 因為剛剛已經有寫過大概 聰明的 就是什麼 直接拿上面來改 怎麼改 Ctrl鍵按住拖拉一下 那記得要改喔 你要注意一下細節喔 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叫手機範圍 我們把這個地方改成手機範圍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傳入的引述 可以不要是那個 三個 我們給 一個就好了 所以 你這邊 把後面 刪掉 電信業者後面加一個範圍 就跟他講說你給我電信業者範圍就好了 再來的話呢 他Return回來的資料 現在是手機 記得把手機改成手機範圍 因為Return回來的一定也是什麼 丟給手機範圍 千萬注意喔 因為之前同學忘了把這個Return回來 改成手機範圍 Return 奇怪漏接了 沒有這個人啊 我們這裡面沒有 在這個範圍裡面 沒有一個叫手機的東西 他接不到 他漏接了 OK 那就產生錯誤 然後後面的話呢 怎麼去 把後面這三個 改成剛剛我講的那個 A 我習慣這樣 用A 所以我這個不用宣告 VBA好處是不用宣告 你就增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呢 名稱自己取 叫A A等於什麼呢 就是 電信業者範圍 先丟到這邊來 所以按Ctrl鍵拖拉 把這個東西 丟給A A接到了 可是他有三個東西 那怎麼切割呢 第一個 我第一個就是直接把電信業者改成 A 刮弧 1-1 1-1 用它來代替什麼 代替剛剛選的範圍 因為範圍裡面第一個就是 電信業者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區碼 所以 可以拿這個來複製 把它蓋過去 這邊改成2 2的話就是區碼 3的話就莫瑪 所以其實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改 123 好改完之後的話完成 應該可以邀解這個 這個道理吧 而且很簡單喔 而且這個方法是我自己 自己想出來 自己踹出來的 這應該有原創性 我不是參考別人的 因為我看別人的發現 怎麼寫這麼複雜 這麼簡單的事情 後來我就想說 直接丟給一個變數 直接再切就好 發現這樣OK也沒有問題 後來我都這樣用 而且用的應該都沒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怎麼去把剛剛的東西做出來 擦環數 一樣喔 執行的話 記得不是 執行 直接擦環數 手機範圍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只有一個引述 所以電信業者範圍 選的話呢 選3個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呢 它引入的 是一個範圍 所以一定是個大瓜糊 裡面有三個東西加豆點 這個是在VBA裡面的資料 形態 OK 然後呢我把它切切切 按確定 切完一個一個一個 最後串完 那就完成了 底下點兩下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的 所謂的那個 手機範圍 的制定函數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剛剛的重點有兩個 一個是 如何抓到最下面一列 第二個是 如何把手機函數 改成叫手機範圍